说昨天中午的11点左右 在沈阳市沈北新区郑坤路道义五街路口 一辆轿车跟一辆越野车撞上了 这两辆车呢当时是一前一后 在同一排车道上向前行驶 可是两辆车发生的呀 却不是追尾事故 那又是怎么撞上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看 相撞的是一辆轿车和一辆越野车 轿车车头保险杠破碎脱落 越野车右侧车门凹陷变形 据了解当时那辆车是一前一后 都是沿道义五街北向南行驶 你是有北向南之行呗 对 司机把你撞在那边了 对 直接撞 人没事哈 人没事 据了解开到这个钉字路口后 前面的轿车先是往右打了一把轮 而后突然掉头 这让后面的越野车措手不及 结果两车撞到了一起 幸好事故中没有人受伤 交警赶到后很快就做了责任认定 你自己啊 把他再往 对 把他捐着了 交警认定 轿车驾驶人负这起事故的全部责任 那很多驾驶人在小路口掉头时呢 都会先往右打一点轮 然后呢 准备画一个大圈啊 这样呢 就能一把轮掉头成功了 这样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可以实施的 然而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呢 因为行驶路线突然变化 所以呢 又会增添一些安全隐患啊 在这里呢 也提醒大伙 在掉头之前 一定要首先打开左转向 那即便想要画个大圈 也不要过多的偏离原始的路线 不要压线行驶 更不要忽左忽右 那实在不行 咱们就多打一把轮啊 另外呢 在掉头的过程中 不仅要关注自己两侧的车辆 还要关注对象正常执行的车辆 不能影响执行车的通行 要等待合适的时机 迅速的完成掉头 当然啊 这一切掉头的技巧 还需要遵循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一定要在规定的车道 在允许掉头的路口进行掉头 任何违反的掉头啊 都会暗藏危险 所以大伙一定要注意了 那今天呢 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说一说 开车掉头时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欢迎大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都市红绿灯的官方微信 就可以在聊天窗口和咱们留言互动了